传闻中啊 君王澹台近 有一位深爱的女子 此后五百年来 澹台王室子孙众多 世代明君 他终究是放下了那些过往 向前走了 我也该彻底放下 追寻属于我的先头 叶兄 好看吗 只有忘记谈台近 功力才能变强 李思索 重心一些 这样下去不行 我喜欢的人是你 不是任何其他的人吗 叶兄 你要抛弃我吗 我想忘掉澹台近时 有那么一瞬间 功力好像变强了一下 如若不尽快顺势而 转秀无情的 恐怕待我修为散尽之事 天使之力也无法冬住心肝 可谈拒 谈他竟已作为明君 过万他的一生 我也该彻底放下 追寻属于我的先途 大师兄 没想到有一天 我会害怕看你的脸 师兄 我正要谢你 从前我少不经事 行事吃傻 师兄不嫌弃我愚钝 实施照顾我 教导我 我们的婚约 我带师兄之心 有亲 有敬 但别无其他 至于终身大事 我会找机会 向爹爹禀 祖宗 祖宗 我会把你带来 自己做主 你果然不是过去的苏苏了 我听懂了 苏苏 我会想你证明 无论过去现在 无论你经历过什么 我对你的情意都没有改变 不知道到时 你能否将我考量进你的终身大事里 来日方朝 师兄 我不知将来你我会如何 如今 也只有随缘顺意了 我明白了 我会等你的 不对 还有一条无序原神的替换之法没有迹象 那位仙子 就是回到这屋子里的 冒昧讨饶 对不住了 可以 你说 Que MING LUM LUM 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个天兵来袭 跳过 你不要 我要 一个女娃四营 对 你们这是玩什么呢 这牌叫魔神杀 可好玩了 据说啊 是那个不须真人发明的 风靡四周 可给咱们萧耀宗长脸了 小师弟 洗牌 洗牌 你这张是邪补 试试吧 你一定会喜欢的 但是跟其他身份牌搭配 会造成一定几率反噬 若跟魔胎牌搭配就厉害了 可以召唤出终极魔神 如果这时牌桌上 所有人都没有神明的身份牌 魔神就赢了 终极魔神 对 魔胎加血骨 终极魔神就会复活 届时 屠身奴等魔机 就会立刻到终极魔神手中 如果这时还没有神明出现 魔神就可以开启 终极大杀机 重背道 那我们也该去寻找魔胎 抢在魔族之前除掉它呀 就是啊 都干什么呢 师父 师父 又偷懒 快点 师父 快点 师父 不错呀 尖门大笔修炼繁重 你们还不忘孝敬师父 不错不错 你 放开我 放开我 仙子竟然不愿自己摘下面纱 谁敢偷袭我 快 你 你 是吗 你是何人 逍遥中 苍九明 这是智萧多和恒养宿的事 这逍遥中的弟子 管什么闲事 是不是闲事都已经管了 你若不服 不妨拿剑来说话 方程兵 我是掌门之子 你难道还敢杀了我不成 不敢 还不让你的肩滚开 不过 这神域广阔 妖灵凶险 若是有弟子失守惨死其中 也是常有的事 是谁 情节连gin 上 Ruth 情节连